根据上海自贸区临港芯片区管委会官网11月24日公布的消息 杨超越进入临港芯片区 2020年第五批特殊人才引进情况的公示名单 其申报单位为上海检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听验查资料显示 上海检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11月20日 注册资本100万元 杨超越持股比例99% 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演出经济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文化娱乐经济人服务 其他文化艺术经济代理 会议局展览服务 文艺创作 专业设计服务 广告设计代理 广告发布 知识产权服务等 此前李佳琪也以特殊人才引进落户上海 今年6月上海市崇明区人事局 近日发布崇明区2020年第一批特殊人才引进落户公示名单 李佳琪在链申报单位为 上海其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天眼查数据显示 该公司大股东为李佳琪 持股比例99% 也有期望 初登院的古墙 周登 Incredible